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即将到来的发布会意味着苹果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来占据新闻头条 去年是iPhone X OLED全面屏加刘海缺口 以及密布识别系统FaceID 前年苹果放弃了耳机插孔 转而采用Lighting接口 今年各种爆料传闻吸引了不少眼球 而其实很多功能并不会在新机型上出现 首先是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苹果公司去年发布的iPhone X并未配置头起ID指纹扫描仪 但很多人认为它可能会回归 不过现在要让大家失望了 据著名分析师郭明基给出的消息称 苹果对屏下指纹识别技术兴趣不是很大 至少在2019年iPhone的系列中都不会有这种装置出现 第二个传言则是今年的新机型将会支持苹果手写笔Apple Pencil 但现已证实即使新款iPhone的屏幕够大 目前也再不支持Apple Pencil 理由是无法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苹果公司去年才向全世界发布了刘海瓶 虽然有很多人并不喜欢这个设计 但也别指望它会立刻消失 不过有报道称 苹果公司正在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 为2019年的新款机型安装前置摄像头 总而言之 近年的苹果发布会注定是热闹非凡的 新产品新功能的最后一层面纱 还是让我们耐心等待发布会来揭开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布会